實驗 向心力 實驗儀器 旋轉滑軌 馬達 代側滑塊 平衡滑塊 滑輪座 染線 光電閘 力檢測器 直流電源供應器 引移 砝碼 將向心力裝置組裝如畫面所示 並使用水平儀校正水平 將滑輪固定在滑軌的中心 此時調整力檢測器的高度 令代側滑塊置於滑軌15公分處 將平衡滑塊置於滑軌另一側以保持平衡 並以螺絲固定平衡滑塊 角速度 Omega 改變旋轉體質量M 確認水平方向不受力 按下力檢測器歸零件 打開馬達電源 打開馬達電源 以5伏特的電壓驅動馬達 R的重量時刻 重複上述步驟 求出此時的張力F 固定回轉半徑R 質量M 改變角速度Omega 固定滑塊在半徑15公分的長度 以3伏特的電壓驅動馬達 並以DataStudio軟體測得此時的角速度Omega 及染線張力F 每0.5伏特增加一次驅動電壓 測得此時的角速度Omega 及染線張力F 直到驅動電壓6伏特為止 定質量M 角速度Omega 改變旋轉半徑R 滑塊上面不加任何法碼 並調整旋轉半徑為11公分 調整驅動馬達電壓為5伏特 待穩定後 使用DataStudio測量角速度Omega 及染線張力F 從11公分至19公分 每2公分增加一次半徑長度 測量出若干組數據 將數位轉接器接上光電閘 將類比轉接器接上力量感應器 將Spark主機開啟 開啟完成後 將數位轉接器插入Spark 選取智能滑能轉動 按確定 角度設定36度 按確定 將類比轉接器插入Spark 選取力量感應器 按確定 增印設定D 一倍 按確定 將力量感應器歸零 點選建立 選取速度 點選SY軸圖形 點選力量 點送SY圖形 按確定 設定取樣率 點選 取樣率設定為40 按確定 點選啟動停止鈕 記錄完成後 點選啟動停止鈕 點選 點選工具鈕 點選SIGMA 點選平均 按確定 即完成 頂選擇 頂選擇 點選選 dalam 製品 令券 感谢观看